纽约市警方正在七步一名男子,此人被指控在曼赫顿地铁站用刀斬傷3名女性。 据悉第一名受害者是在下午4時15分,在86街甲Lexington車站準備下車市從背後被人斬傷了右腿。 幾乎在同一時間另一名48歲女性在等待南行列車時,被人從背後斬傷了她的右腿。 而在救護人員到場之前,疑犯就已經登上列車逃離了現場。 在頭兩宗襲擊事件發生的20分鐘後,疑犯來到位於Brooklyn Bridge和市政府站的4號線車站, 並在這裡襲擊了一名乘坐南行車廂的28歲女性。 其後,這名女性由於左腿受傷而需要送院治療。 根據警方發出來的監控錄像顯示,疑犯在攻擊了第三名受害人之後, 跳過車站閘門,隨後逃入另一個鄰近的Chimber Sky車站,然後消失不見蹤影。 警方表示疑犯身高約5呎8吋,體重約220磅。 有著一頭短黑髮,新村印有橙黃色卡通人物的白色T恤, 藍色長褲和黑色運動鞋。 警方呼籲任何民眾如果有關於這名疑犯的信息, 請撥打紐約市警察局的犯罪熱線800-577-8477與警方聯絡。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。 點擊組織完資本就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